而在昨天发生了下线事件之后 建设公司机态建设 第一时间没有派人到场勘查 在今天才发众讯 表示已经要求停工 相关的责任绝不推卸 但还是有民众发现 这个建案的实价登陆资料显示 运售的价格最高一平来到了 144.39万元 平均的成交价一平也有134.97万 如今发生这样的事件 由立委旗帝机态建设 搬出他的黑历史 从高空中俯瞰原本应该是 正在施工中的建案 却已经坍塌惨不忍睹 负责的建设公司机态建设 事发后第一时间并未派员到场勘查 事发隔天机态建设公司才发众讯 表示因营造厂施工不慎 造成领防损坏 本公司深表遗憾 已于第一时间要求停工安顿住户 本公司就相关责任绝不推卸 看看这个施工到一半的建案 实价登陆资料显示 楼高12层总户数33户 预计2025年第三季完工 预售价格最高一瓶高达144.39万元 平均成交价一瓶也有134.97万元 但预售价如此高昂的建案 被立委批评 疑似施工现场未符合规范 却没有单位监督 从2015年到现在 都已经经过了七八年了 基态建设竟然背景还这么硬 到底基态建设背后 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才能让市政府一再的包庇 基态建设惹出争议并非头一桩 就过去的经验里面 他们就把我们的围犁撞毁 早在2015年就有地主控诉 当时基态建设另一个建案 基态壁壶 民众撕射围犁遭黑衣人强行拆除 随后还让工人站在私人围犁 施工丁木板等 导致围犁严重歪斜 害得地主甚至在工地周围 加装五六支监视器搜整 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他们摔伤了 然后会被这种铁支插到了 那责任归族是谁 立委也起底基态建设黑历史 2014年北市无心街 多名住户召开记者会 指控基态建设盖新大楼 导致住家倾斜钢筋裸路 门外鞋还关不起来 2015年找黑衣人 强拆民众设在私有地上的合法围离 董事长总经理等人更遭控 涉嫌对外招揽民众吸睛上议员 去年才刚被建峰约谈 有很明显的倾斜 但是基态就是做事不管 不要让大家觉得你真是光参勾结 这是九年前的事情 没想到九年后又发生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看得让我心惊胆跳 外界质疑为何基态建设 频频惹出争议 但相关单位却持续放行 是否牵涉官商勾结 受害的住户只希望政府能清楚给交代 这台北综合报道